路加福音八章二十四节 门徒来叫醒了他 说夫子夫子我们上命了 耶稣醒了 斥责那狂风大浪 风浪就止住平静了 夫子是师父的意思 门徒们连教了两次 表示他们的急躁 我们上命了 原文是说灭亡死的意思 原文的时态是现在关乎直说的语气 表示进行中的动作 可以翻译成我们正在上命了 门徒们那一天面临着人生当中的危机 是性命修观的危机 而门徒来叫醒了他 人生中一定会遇到危机 危机并不可怕 只要我们愿意来呼叫 来祷告耶稣 耶稣醒了 其实我们的神他不打顿 也不睡觉 他都知道 也都看见 斥责风浪的原文有 吩咐 责备斥责的意思 胜过仇敌攻击和试探的方法 就是斥责他 人生的风浪可能是学业的挫折 工作不顺利 感情受伤 婚姻危机 等等 撒旦透过这些风浪 使我们产生负面 消极的想法和情绪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奉主耶稣的名 斥责他 风浪就会平静 难处就会过去